好之前有報導過有個銀行員 他動了歪腦筋 三十七天之內結了四次婚 還跟同一個人 結了又離 離了又再結 總共是請了三十二天的婚詐 好但是銀行只批准第一次的八天 結果遭到勞動局開罰了 後來呢 這台北市的副市長黃珊珊 就怒批勞動局的這個決定 現在呢又大轉彎了 北市勞動局今天就說 已經撤銷了對銀行的採罰 新郎新娘申請一吻 宣布攜手走完人生旅程 不少人是婚姻為人生大事 但這回去成了片價工具 台北市工作的銀行員 日前和同一人結了四次婚 離了三次 一共申請四歲婚嫁共三十二天 但銀行只核准第一次結婚的八天婚嫁 想不到他憤然告上勞動局 讓銀行被認定違反勞基法 裁罰兩萬元 雖然說也去查了 那他也不是拿一個假的結婚證明給你 也不是拿一個假的假的這個離婚證明給你 他的結婚跟離婚都是合法等級 所以基於這個原則 我們就變成說在第二次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開了台主書 這管公司提出訴願 但礙於法令規範 只能乖乖給這名員工婚嫁 誇張行徑 讓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直呼傻眼 十三號黃珊珊臉書寫下 他讀法律也當律師 但二十多年最討厭法匠 這起銀行員案例很明顯就是 員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故意利用婚嫁從中得利 但勞動局沒有考慮這種權利濫用的 托法行為 只憑勞基法就對銀行開罰 不知變通 不查證也不考慮各種情節緣由 是會傷害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最近事件民眾聽了也直搖頭 好像把結婚當成兒戲好像不太好 這樣不好咧 對啊 這樣好像投機取巧這樣 我覺得就是 他給你請八天是他給你的好處 但是你卻離婚又結婚 離婚又結婚就是 這樣就是想要佔盡所有的好處 就濫用他們給你的福利這樣子 礙於法令規定銀行只能乖乖給嫁 但為了不上班 反覆離了又結的行徑 還是讓不少人難以認同 記者 奏客報導